海北森林動物園的貓熊寶寶 袁寶元旦就要見客了 貓熊館的區長就說 袁寶越大也越活潑好動 除了會爬上輪胎盪來盪去 還會模仿媽媽吃東西 實在是非常的可愛 而除了他之外 十一月動物園 其實還誕生了另外一個新生命 就是小懶猴 而他似乎有點分離焦慮 一看爸媽分開 就會把自己捲成一顆球 沒想到意外 像極了台灣的傳統美食 麻辣 一團棕色毛球圓滾滾 停在漆架上一動也不動 好像可以撒點芝麻變身 台灣傳統美食麻辣 其實它是睽違六年 十一月十四號 才在台北市立動物園 出生的小懶猴寶寶 很安靜的在原地等待父母回來 但是這對父母經常忘記 他們有這個孩子 區長解釋野外小懶猴的習性 通常會警報媽媽 如果分開 只會把四肢和臉埋起來 避免被虐實者發現 這一埋也把身體滾成 一顆長形的球 撞臉台灣點心 動物園乾脆就幫他取名叫馬唷 但動物園的風采 當然不能全被他搶走 來… 小毛熊元寶試著要爬上輪胎 難道是為了1月1號 要劍客表演吊環體操嗎 失敗了沒關係 保護園幫你再試一次 成功爬上去 盪來盪去玩得好開心 甚至還趴在牆上 眼飛眼走壁 以元寶現在的年齡呢 他還沒有開始吃固體食物 但是他對於媽媽在吃什麼呢 會感到非常好奇 紅蘿蔔還有我們給他的媽媽的窩窩頭 這些等於是說能量飼料 他會很有興趣地去啃咬 元寶越長越大也活潑好動 明年見客想必一定是大明星 好愛的新聞 又是方啟年頭不到 新的大明星